Hello大家好,我是表嫂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位白富美 全身很白很白 然后腿很长很长 还是个极品,因为很少见 因为它这个产量也是很少的 因为它对那个水温啊,环境啊,要求特别高 所以价格高 有没有期待,我们请它出产 那这个是澳洲雪蟹 又叫水晶蟹 也叫雪花蟹 通体发白,而且个头很大 然后我先生问我说 这不会是变异的毛蟹吧 这么白 然后我说不是的 人家就是品种这样子 而且这个蟹还不便宜了 一斤是350 然后这一支是我选的最大支的 3.9斤 这一支活力是很强的 因为它是刚刚回来的新货 然后它的眼睛居然是红色的 腿特别修缠的那一种 今天我们就拿来这个清蒸吧 加个蛋来蒸出来 比较原汁原味吧 尝一下它的口感 没有吃过没有见过 我去处理一下吧 这个蟹真的好干净哦 因为它是生活在深海里的那种 几千米的深海里的那种 把这个蟹膏都弄下来 膏还蛮多的 先放进来蒸15分钟 15分钟之后 把那个蛋液和那个黄 倒进来再蒸 OK 那试一下咯 下这个蒸出来了 看起来还是蛮有食欲的 然后最大的特点是 它真的都没有变色 那这个水晶蟹它是号称 蟹界美味版的第一 那我今天就过来打板一下 看它是不是真的像 说的那样子 我这样子做 然后等一下小孩子也可以吃的 看一下 好吃 它确实是非常鲜 鲜过头了就是有点甜 嗯 这个肉是脆的 然后这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 这个肉还是比较多的 有没有吸引到你们这个 看了就很爽哦 我最爱吃的蟹肉是梭子蟹 它比梭子蟹还要好吃一些 蟹黄蒸蛋 试一下 还不错 这个蟹黄蒸蛋还蛮香的 拿一块肉吃一下 很好吃 还蛮值的这个 除了贵 没毛病 这个等一下我们家人就是做晚餐 我家宝宝会喜欢 看来这个蟹界美味版第一 还真的是名不虚传哦 跟我之前吃过的那些蟹肉都不一样 比蟹子蟹的蟹肉吃起来 更高级的那种高级感 试一下这个大蟹子 这个蟹子里的肉更脆 喜欢吃蟹肉的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 它的黄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它的肉是真好吃 然后我今天这个烹饪方法还是第一次尝试 很简单 但是还不错 很下饭 等一下我们家人就是也要过来一起吃 这个做晚上的那个配西饭吃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